12、12 几天前期吧 就是血压走 血压满滨 这个日积造颜压疾病 进一步发展的话 母亲发生心股能不全 发生炉内出血 发生子弦抽搐 在首东医科大学 部署北京妇产医院的手术室里 正在进行一场 正中母子刺人生命的手术 小心啊 别慌着 别慌着 因为家里人物出血 始终被扩张得非常非常大 产后出血的风损非常非常大 2020年1月13号上午11点40 在北京妇产医院 三层病房的走廊里 一个年轻女子挺着大肚子 在一名男子的陪众下 缓慢地走到护士站 听到血压高三个字 护士当即为这名女子测量血压 测量一结束 这名年轻的产妇 就立刻被安排 住进了离护士站最近的病房 青青 今年31岁 怀有三胎 是病房楼里 肚子最大的产妇 由于血压突然升高 导致头晕 肚子持续发紧 被家人紧急送到首都医科大学 北京妇产医院进行质量 是三胎人生 跟双胎人生一样 当个孩子把子宫撑得比较厉害 子宫容积比较大 所以就容易病发 妊娠期高血压 那叫此前期 血压感开始降低了 就要中妊娠了 妊娠高血压疾病 那它的病理机制呢 就是全身的小动脉 小静脉的痙磷 导致了有效循环血量不足 它由于高血压 胎盘的血管也会硬化和痙磷 所以胎盘的血液就供应不足 容易发生胎盘早播和死胎 刚才听胎心一个在这 一个在这 一个在这 青青是自然受孕 怀的三胞胎 十分罕见 发生概率小于70万分之一 这样极其不易的生命礼物 如果在生产的过程中 出现了任何的闪失 不仅巨大的惊喜 会化成泡影 更重要的是 一家人失去的 可能就是三个孩子的生命 此时 青青怀孕36周 可肚子里三个宝宝 都没有发育到正常孕周的大小 更严重的是 宝宝们之间相互竞争营养 生长也不一致 一直以来 他们都长得挺平均的 但是最后这一次 B超 大夫说 共有一个胎盘的两个 他们有一些大小的差异了 一个是35周 一个是33周多 我就是担心 稍微小一点 那个宝宝会不会要如愿观察 对于胎儿来讲 37周以后才是足月儿 分娩越早 孩子的发育越不成熟 此时要终止妊娠 不仅意味着 三个宝宝要早产 妈妈也将面临 更大的生产风险 因为它就是子宫呢 被扩张得非常非常大 肌纤维已经拉得很长了 它的这个收缩力 会受到影响 那么发生产后出血的风险 非常非常大 那现在妈妈的病情 到了这种程度 所以今天或者明天 就做通常了 每天都得担心一遍 每天都得担心一遍 她刚才不是说孤的 可能有一个事情多吗 担心到时候 万一她要住院 面对情绪焦虑的妻子 丈夫林硕 有着自己独特的方法 帮助轻轻 缓解产前的压力 看着都特别的少 特别辛苦 动作按摩 这种手段可以缓对 就尽量缓对 真的有女儿特别好 我这女儿能给什么 2019年 清清和林硕 通过朋友介绍认识 夫妻俩做梦也想不到 会有这样传奇的经历 我们是2月14号领的证 然后5月12号办完婚礼 6月6号我就去医院 做那个就是妇科的检查 然后就查出来两个 当时就特别的开心 说嗯 双胞胎 嗯 不错 隔了有三四天吧 检查 特别是三胎 从恋爱到结婚 再到拥有三个宝宝 夫妻俩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特别容易焦虑 我记得有一次晚上的时候 我睡觉特别难受 就是耳朵就堵住了 然后头也偏头痛 然后我就在床上我就哭 就突然就醒来 看他在那坐着 擦眼泪 就我特别惊讶 因为他平时表现特别坚强 也从来没有向我表达过说 怀孕的一个辛苦 他经常加班到一两点 特别辛苦 然后我说我也不想打扰你 然后他说你在说什么 他说孩子是我的呀 就是也是我的孩子呀 你为什么不能打扰我 哇 然后我觉得 就好像挺好的 三个宝宝的到来 让林硕又添了一份责任 也让他有了更多的担心 他心理和身体的承受能力 会担心这方面 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要减碳 我觉得是孩子 给我的信心会更大 就一次产检 大夫基本都会表扬他们 然后慢慢我会觉得 应该相信他们 还未出生 夫妻俩就已经给三个小天使 取好了小明 打扰在底下 然后左边的叫左左 右边的叫右右 左右平安 三个都平安嘛 就想象不到他们的样子 我们一起加油宝贝 希望都不要留院观察 但是没关系 反正什么结果 我们都能承受 好 加油 中心打扰天 三藤往上走 我送手术 加油 我都准备好 咱们现在都准备堂醉了啊 肩膀往后来来 肩膀往后 把腰往后咚咚 肩膀胀 聊一下别动 一张眼睛 三六周间 你也前期了 按照他玩音声 嘴巴高 嘴巴滴 一会儿免住孩子 注意一下心率 树前的臂超显示 轻轻的第一个孩子 是臀胃 手术只能采用 铺公铲的形式 如果第一个孩子 是臀胃的话 可能会发生 膝带的脱锤 相对来说 风险不要大 另外几个孩子 会竞争入盆 可能会影响后续的 是臀胃就很难 不好吧 别随意出 是屁股吗 是屁股 肯定有 有脚吗 有脚 小心 别慌了 肤肤就出了 奖项中 他们是从 石榴里面孕育出来的 石榴代表着孕育 也体现了生机 我感觉 他们的世界 应该是 生机勃勃 丰富多彩的 这个就是 他们在我的肚子里面 两个仙客 牵着他们 我希望给宝贝们 留下一些 就是妈妈的创作 给他们的一些东西吧 我希望把这个 现在就继续画下去 希望他们永远 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 伙伴 辛苦了 你一定要坚强哦 我觉得你是最棒的 还有佐多 又有 还有安安 他们都特别棒 我相信你们 加油 我爱你们 小心啊 小心别慌张 加油 大宝安安出生后 身体有些发紫 医生迅速为他清理 口鼻中的氧水 防止发生窒息 另一边 第二个孩子 也即将出生 像这是 这是头 第二个 十点五一 男孩 男孩 其他的 为了减少清晶的出血 产科医生 需要尽快免出第三个孩子 下一个也是头 我给你弄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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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孩 男孩 一个姐姐打弟弟 亲爱的男孩 亲爱的男孩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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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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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六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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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二 二 二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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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宝宝属于早产 体重也仅有四斤多 需要转到新生儿病房 接受进一步的治疗和健护 三孩子 这个是老大 老大是个姑娘 是老二老三都是男孩 月龄小 还得到下面去 其他家属在那等着 其他家属在门口等着就行了 他们是精生营养的有个关系 三胎它肯定是 肯定是到不了属于 而且肯定每一胎体重 会相对比较小 早产的孩子 在收获主要是出 那个低血感情问题 未养不耐受的问题 然后那个早产儿 抵抗力是需要监测下感染的因素 有情况的话 我给您打电话 教练您再过来 现在孩子都已经出来了 但是大人还没出来 还是比较担心的 为了减少出血 医生在布满血管的子宫上 小心翼翼地进行缝合 一个多小时后 手术接近尾声 老大吃多少毫升呀 吃六毫升 经过一夜的观察 三胞胎目前的呼吸平稳 而科护士尝试给三个宝宝 第一次喂奶 但由于消化系统过于脆弱 奶量也仅仅只有几 她吃六毫升 她有四毫升 不奶了 喂奶不到五分钟 三宝幼幼把刚刚吃下去的奶 都酷了 她那种胃上面 那个喷喷酷液肌 没长好 相当于胃上面 其实有个盖似的 她那酷液肌没长好 它就有个盖子 脂胃可以给它抬高点 这样它就会好一点 那要是吐了的话 说它得再喂一次 不用再喂了 因为它吃的量很少 一共才四毫 说它吐这么多一个月 还是过两个小时 以后再会喂 肉肉吃奶的情况 不太乐观 她能否像哥哥姐姐一样 顺利度过喂养官呢 而在同一栋病房楼的妈妈 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知道宝宝们的情况 通过我们的拍摄 清清和林硕第一次清楚地看见 他们的三个小天使 都长得一样我觉得 这会儿我真太小了 你看女孩头发就多一点 三个还差好看 女孩鼻子多高啊 跟女士的 鼻子也太大了呀 我哪有你的鼻子 大鼻子好啊 那就发给我吧 来宝宝称个体重啊 哎呀呀呀呀 今天宝宝体重是2370克 现在我们来称一下中男 阿姨看看你今天长没长 今天中男是2240克 比昨天长了30克 小男称体重啦 2120克 比昨天长了50克 今天大女的奶量 已经到了20毫升一次 每天的茶体 主要是听诊一下 他们的心率 还有呼吸音 心率是正常的 双肺呼吸音是对称清晰的 中男喂养的情况 也是比较好的 他今天激张力也很好 活力也很好 小男呢 叫大女和中男 体重稍小一些 他出生体重是2205克 所以在喂养方面呢 相对稍微缓慢一些 他也吃到了15毫升一次 心率和呼吸也都很平稳 今天是清晴出院的日子 但是三个宝宝 需要继续留院观察 清晴最终也没有实现 和孩子们一起出院的愿望 宝宝也不能跟我们一起走 我那天看到他们把孩子抱回来 然后孩子在房间哭 然后我就可以说 还是挺像 他们就近长时间一直在肚子里 踢踢踢的 然后突然就 孩子生了 但是没有在身边 不过他们在里面也挺好的 他又出来了 不知道怎么带 小悠悠上课了 三颗大橘子 组成了一个大虫子 跑呀跑呀跑 比小麻鱼还跑得快 哇 好大的一颗橘子呀 老门多大 悠悠你不要打那门啊 老门听课 老门不是第一个出生的吗 他说我们想要当小公主 现在左门是老大 他第二出生了 他就当老大了 然后第三出生了 当老二 我们想要两个哥哥保护他 我们想要把他们的出生顺序 当成我们家族的秘密 他们的出生 也让我们做父母的有了成长 陪着他们一起快乐地 长大就挺幸福的 2019年5月 北京协和医院骨科 承办了一场最高级别的国际医学会议 此次会议聚集了全球最顶尖的骨科专家 作为本次大会主席的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 掌建国 在大会上不仅分享了北京协和医院骨科的创新技术 也分享了一个案例 究竟是怎样的病案 会在如此重要的国际骨科会议上 与全球的顶尖专家探讨和分享呢 加油 在两个月前 北京协和医院骨科 接受了这样一位小患者 他叫浩宇 今年7岁 北京协和医院骨科 背部又高高的突起 整个身子都处于严重的扭曲状态 就是前一段时间嘛 给孩子洗澡的时候摸了一看 这个感觉特别厉害 就感觉这半年都像长了一两年一样 他那个后面一下子长那么五万那么大一头 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小浩宇的背部有着巨大的隆起 并且身体出现了如此严重的扭曲呢 小孩呢 他实际上患的是一个 我们叫先天性脊柱侧弯 如果是S光片一两 他这个角度三十度以内 我们算轻度 那么三十到六十度 我们算中度的一个测温 那么超过六十或七十度以上了 那我们都是叫重度的一个测温 那么重度的是相对比较少见 浩宇呢 那么我们从S光片测量 他的测温能达到八十八度 如果像这种严重的不加干预的话 他的预期寿命也就是在二十岁左右 这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左侧 那么体积是非常小的 所以你要是再继续发展 那左侧的肺基本上就没有作用 也会影响他的发育 这样的话就会出现这种呼吸衰竭 从浩宇出生开始 脊柱就在进行着疯狂的野蛮生长 体内重要脏器 不仅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压迫 七年来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 脊柱在侧弯的同时伴有旋转 所以这就导致了小浩宇 整个体态出现了难以想象的扭曲变形 其实小浩宇的父母 在这七年里的任何一天 都可以做一个决定 带着孩子去看病 为何会拖到七岁 才来到北京协和医院进行治疗 由于一家人犹豫不决 给孩子看病的事也耽误了下来 小浩宇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弟弟 由于哥俩是一卵双生 所以弟弟染色体跟哥哥是不一样的 所以浩宇弟弟的身体十分健康 随着哥俩慢慢长大 身高的差异也变得愈发明显 七岁的小浩宇也到了上学的年纪 身边的同学和玩伴也多了起来 他们也都会对这个 矮他们一节的小个子 投来异样的眼光 他哥哥后面为什么也 以为一头 他就这样说 儿子他自己都在讲 同学们都在说我 说我这个肩膀跟其他的都不一样 男的小朋友们都说他背后歪了 这个看一下那个摸一下 我一人一直哭一直哭 一说一听的心里都想哭 除了小浩宇受到别人的异样眼光之外 今年父母还发现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 前两个月孩子都跟我睡吧 然后看他那个后面 一下子长那么弯那么大一头 这次不看不行 赶紧去看 去上海去南京 跑了很多地方 人家医生说什么 万一压迫着大脑压到神经的话 就是太好了 那边他不敢做 就是正经那边他不敢做 他说你们去北京 建议你们去北京更好一点 父母怀揣着借来的几万块钱 带着浩宇来到北京协和医院骨科 这有可能是他们求医路上的最后一站 一年变化就非常大 已经变得已经严重的非常重 也没有想到会这么进展 这么速度这么快 你可能这个机会转瞬即逝 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小朋友在楼道里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安全 小朋友尽量不要到这个区域来 因为有打开水跟什么的 沟通上你会觉得 我们护士就跟他的那个 什么干妈或者是那种感觉 因为好的护士也是当妈妈的人了 继续养务 然后一定注意安全 不要摔倒了 听见没有 自从来到北京协和医院骨科 小浩宇就变得异常兴奋 他自己的个性 他知道他要给他看好 特别个性 在这里有很多和小浩宇一样 是早发性脊柱侧弯的小患者 不一会儿他们就成了好朋友 这个在病房中最活泼最开心的小伙子并不知道 治疗他 远禀治疗同病区别的小伙伴要困难得多 如果是从世界范围内内 所有的文献来看 用一个我们叫生长棒 去控制他的侧弯 让这脊柱可以继续生长 继续延长 但是对于浩宇来说 他的问题就是说 它是一个非常严重僵硬的 如果你光单纯用于这个生长棒 他这个侧弯第一控制效果不满意 第二呢 就容易出现这些像断棒啊 螺钉拔出来更多的病化症 同时呢 治疗效果也是不好的 如果运用国际通用的手术方式 来挽救小浩宇的生命 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那么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更适合小浩宇 这样的难题 摆在了长建国主任的面前 加油 几天来 完成了各种各样的检查项目 静静地在病房中等待医生 给出的治疗方案 这样的时光 可能是小浩宇一家人 这段时间以来 最放松的时刻 但医生的会认是 与病房之间 仿佛是两个时空一样 北京协和医院 多科室讨论 小浩宇的病情 正在紧张的进行中 经过多科室专家的讨论后决定 由北京协和医院骨科 自主创新的 节骨加生长棒技术 对于小浩宇来说 是最合适的手术方式 在不损坏脊髓和神经的情况下 将一节脊骨全部取出 再加入生长棒 这样不仅能大大矫正 小浩宇的脊柱畸性 还能解决单一使用生长棒 可能带来的并发症 同时也可以让脊柱继续生长 但这种解决严重脊柱畸性的 高难度手术 没有人能保证万无一切 相对这个风险比较大 我说时间手术很大 时间很长 另外呢就是 由车先扯的平面很多 就显示非常高位的风险 我觉得这个手术 对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影响来讲是 不管是将来带来的艺术 还是这次手术的风险 都是比较大 对这个皮肤的保护 压力性损伤的这种预防 这方面我们可能还得关注一些 对于当病人充分于自己 这样我们就放开了这个异活 手术最害怕的风险 就是瞎着瘫痪 为什么孩子要承担这么大的风险 来做这个手术 因为可能不做这个手术 风险会更大 现在的承担这个风险 是为了以后不要承担 几乎无法处理的风险 明白这个意思 说得不好听话 就像读一次一样 你不读 你钱怕狼 胡怕火 你不读一般 就这么知道 他能不能看好 来 又要给你吃个老啊 还要吃王还要吃白头 吃王 你还吃过 你知道做完手术过后 你会有什么变化吗 变直了 变直了 哪变直了 不回了 变直不回了 你有没有什么想对你弟弟说的话 我以后不回家的比你更高 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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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上去 要衣服脱了 嗯 安全吗是 来转转 flare 好 去 碉顺 尖 快啊 我模仿 晚安 明天睡觉就好了 빠�면点睡觉就好了 刺骨加生长棒 是北京协和医院股科掌建国团队 为功课早发性脊柱特突 这一世界难题所独创的手术方式 罗丁制入 360度脊柱的结骨 结骨部位的闭合 生长棒的植入 从而实现对畸形的矫正 每一个步骤都关乎患儿的生命安全 和今后的生长发育 能否让小浩宇的脏器 得到最大程度的回补 能跟普通的孩子一样 尽可能的正常生长 成败再次一举 掌建国主任兼顾的是这个孩子 未来一生的健康 上午9点38分 手术正式开始 随着背部被打开 小浩宇已经严重变形的脊柱 展现在了掌建国主任面前 接下来就是需要在脊柱上 植入两名米左右的螺钉 为加入生长棒做好准备 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而接下来的手术过程 才是风险的真正开始 上午11点30分 掌建国团队独创的治疗方式 节骨加生长棒手术正式开始 需要医生取下小浩宇的一节脊柱 而这一步正是矫正 人重变形脊柱的关键移动 脊柱是脊柱外科手术中 难度系数最高的手术 一旦发生意外 后果不堪设想 特别是我们坐节骨 坐节骨就相当于360度 围着脊髓把周围的骨结构全去掉 这时候的上下的连接 就剩脊髓跟上下脊柱的一个连接 所以任何的这种张力扭力 作用到这个脊髓上 都会造成结胆 我们说治疗脊柱 进行最严重的病房传 就是完全结胆 所以这种风险是非常大的 这种风险是最严重的 一旦拉着 他都差了 废话这我肯定知道 他们俩得再去掉一件 俩如果不去掉两件 你拉着他肯定不够护议 他肯定不够护议 对了 对 对 咱们看好不好 你俩看就行了啊 爸爸咱们都得回来啊 没事吧 电池了 不回来啦 电池不回来啦 这个医生嘛 特别是看到这些 早发几个机型 它还是非常小 但是呢 又是这么严重的一个机型 所以我们一直在探索 说怎么能有一个最好的一些办法 控制它的机型 还让它继续长大 这是我们努力的去学习 去研究 希望达到的一个终极的目标 下午12点30分 在掌剑给主的精细的操作下 解骨壁和手术 顺利完成 接下来 就是将矫正脊柱 和辅助小号与生长发育的 4根直径 4毫米左右的生长棒 安放在罗宾上 解骨夹生长棒的技术 也是北京协和医院骨科 掌剑国团队 独步于国际几个外科领域的杀手锏 所以我们这个技术就是说 既可以获得很好的矫形效果 同时呢 就允许它的脊柱一些生长 这是我们的一个创新点 所以相对于其他的技术来说 它们都达不到这个效果 下午1点左右 生长棒顺利放入小号与的身体 手术很成功 这样的超高难度的脊柱外科手术 整整进行了5个小号与的身体 它这个树田弯子非常珍重 它基本能达到60%的一个矫正力 最重要的还是它这个 对胸壳的体积的改善 所以你看 手术前你看这边的肺 就这么一条一薄条 所以你看在这它力边就增加很多 耗尉加锁 脚质了很多 这关键你看 原来这个肺就这么一点点在右边 所以你脚完之后 这个体积明显是增加的 是 等于之前是压迫了 原来是压得很厉害 这样的话就让它肺的发育 还有胸壳的发育 尽可能接近正常 好吧 谢谢 没事 来宝宝 来啊 一二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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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麻烦摘摘自己来 来摘摘自己来 摘摘自己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 和术后详细的检查 小浩宇在医生的允许下 终于可以下地活动了 这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看原来这肺积也很小 医长可以出院了 今天是浩宇出院的日子 在北京协和医院骨科 自主研发的创新性手术方案的治疗下 长建国主任实现了当初许下的承诺 远了小浩宇一个美好的未来 鞋骨加石码棒的一个技术 这是一种新型的创新的一个技术 因为它是一个极端的手术 到现在为止我们可能已经 积累了30多类的一些病人 我们这个技术在世界的同行来说 还是给予的评价 也是非常高的 我们鞋骨科的强项 就是脊柱基型的治疗 终于有一个 我们中国人的技术 我们鞋骨科的技术 造福更多的这些病 鞋骨科的技术 鞋骨科的手术